约伯纪 第十四章 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 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 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 又叫我来受审吗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 无论谁也不能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你那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过 便求你转眼不看他 使他得歇息 只等他向故宫人完毕他的日子 树若被砍下 还可指望发芽 那只生长不息 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 干也死在土中 极致得了水汽 还要发芽 又长枝条 像新栽的树一样 但人死亡而消灭 他气绝竟在何处呢 海中的水绝境 江河消散干涸 人也是如此 躺下不再起来 等到天没有了 仍不得复醒 也不得从睡中唤醒 我愿你把我藏在阴间 存于隐秘处 等你的愤怒过去 愿你为我定了日期 纪念我 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我只要在我一切 征战的日子 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 你呼叫 我便回答 你手所做的 你必羡慕 但如今你赎点我的脚步 岂不窥查我的罪过吗 我的过犯被你封在脑中 也封延了我的罪业 山崩变为无有 磐石挪开远处 水流消磨石头 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 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 你攻击人常常得胜 使他去世 你改变他的容貌 叫他往而不回 他儿子得尊荣 他也不知道 降为悲 他也不觉得 但只身上疼痛 心中悲哀 约伯纪第十五章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 智慧人 你的罪孟 你还将智慧 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这里有白法的和年纪老迈的 比你父亲 比你父亲还老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 你以为太小吗 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 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 使你的灵反对神 也认以地口发着言语 人是什么 竟算为洁净呢 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 在他眼前 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污秽可增 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我只是你你要听 我要诉说所看见的 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 传说而不隐瞒的 这地唯独赐给他们 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恶人一生之日 取劳痛苦 强暴人一生的年数 也是如此 惊吓的声音 常在他耳中 在平安时 抢夺地避临到他那里 他不信自己 能从黑暗中转回 他被刀剑等候 他漂流在外求食 说哪里有食物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急难困苦叫他害怕 而且胜了他 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他伸手攻击神 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挺着景象 用盾牌的厚凸面 向全能者直闯 是因他的脸 蒙上湿油 腰积成肥肉 他曾住在荒凉城邑 无人居住 将成乱堆的房屋 他不得富足 财物不得长存 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他不得出离黑暗 火焰要将他的汁子烧干 因神口中的气 他要灭亡 他不用依靠虚假 欺哄自己 因虚假 必成为他的报应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 这事必成就 他的枝子不得清律 他必向葡萄树的葡萄 畏首而落 又向橄榄树的花 一开而泄 原来不尽钱之辈 必无声誉 受贿赂之人的帐篷 必被火烧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孽 心里所预备的是鬼杀 约伯记第十六章 约伯回答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 你们安慰人 反叫人愁烦 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 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 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 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 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 又能向你们摇头 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 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 我虽说话 忧愁仍不得消解 我虽停住不说 忧愁就离开我吗 但现在神使我困倦 使亲友远离我 又抓住我 做见证攻击我 我身体的枯兽 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 主发怒撕裂我 逼迫我 向我切齿 我的敌人怒目看我 他们向我开口 打我的脸 消辱我 聚会攻击我 神把我交给不尽钱的人 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 我素来安逸 他折断我 掐住我的颈项 把我摔碎 又立我为他的剑靶子 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 他破裂我的肺腑 并不留情 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 将我破裂又破裂 如同勇士向我直闯 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 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 我的脸因哭泣发死 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 我的手中却无强暴 我的祈祷也是清洁 弟啊 不要遮盖我的血 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现今 在天有我的剑政 在上有我的忠报 我的朋友计较我 我却向神眼泪汪汪 愿人得与神变白 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 因为再过几年 我必走那 网而不凡之路 约伯纪 第十七章 我的心灵消耗 我的日子灭尽 坟墓为我预备好了 真有细笑我的 在我这里 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 愿主拿瓶锯给我 自己为我做宝 在你以外 谁肯与我挤掌呢 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 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 控告他的朋友 以朋友为可抢夺的 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眠 神使我做了民众的笑谈 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 我的眼睛因忧愁昏化 我的白体好像影儿 正值人因此必惊奇 无辜的人要兴起 攻击不尽钱之位 然而 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守洁的人要力上加力 至于你们众人 可以再来辩论吧 你们中间 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 我的日子已经过了 我的谋算 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 他们以黑夜为白昼 说亮光近乎黑暗 若若盼望阴间围我的房屋 若下踏在黑暗中 若对小坏说 你是我的父 对虫说 你是我的母亲姐妹 这样 我的指望在哪里呢 我所指望的 谁能看见呢 等到安息在尘土中 这指望 必吓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 约伯纪第十八章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 你寻所言语 要到几时呢 你可以揣摩思想 然后我们就说话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 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 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 难道大地为你剑气 磐石挪开远处吗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他帐篷中的亮光 要变为黑暗 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 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 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 走在禅人的网罗上 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 机关必擒获得 活寇为他藏在土内 羁绊为他藏在路上 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 并且追赶他的脚跟 他的力量必应饥饿衰败 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 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 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 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 带到惊吓的王那里 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 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 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 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 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 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 必被赶出世界 在本明中必无子无损 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 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害 我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 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 约伯记第十九章 约伯回答 你们搅扰我的心 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 你们这十四羞辱我 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 果真我有错 这错乃是在我 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 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 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 用网罗围绕我 我因为去呼叫 却不谋应语 我呼求却不得攻断 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 使我不得经过 又使我的路径黑暗 他拨去我的荣光 窄去我头上的冠冕 他在四围攻击我 我便归于死亡 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 他的愤怒向我发作 以我为敌人 他的军旅一起上来 修竹战路攻击我 在我帐篷的四围安隐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 我的亲戚与我断绝 我的密友都忘记我 在我家寄居的 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 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 我呼唤仆人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我只剩牙皮逃脱了 我朋友啊 可怜我 可怜我 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 吃我的肉 还以为不足呢 违约我的言语 现在写上 都记录在书上 用铁笔捐刻 用铅罐在磐石上 只存到永远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握着 末了 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 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 并不像外人 我的心常在我里面消灭了 你们若说 我们逼迫他 要何等地重呢 惹事的根 乃在乎他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 因为愤怒 惹动刀剑的刑罚 使你们知道 有报应 启事录第四章 此后 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竟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旗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 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 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似乎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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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习灾 金灾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私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 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诗篇 第七十六篇 雅萨的诗歌 教与灵长 用私弦的乐器 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 他的名为大 在撒冷有他的帐户 在西安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折断宫上的火箭 并盾牌 刀剑和征战的兵器 一同游以石之山而来 有光滑和荣美 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 他们睡了长觉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雅各的神啊 你的斥责一发 坐车的 骑马的 都沉睡了 唯独你是可畏的 你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神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那时地就惧怕而紧握 人的愚怒 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愚怒 你要禁止 你们许愿 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还愿 在他四面的人 都当拿贡物 献给那可畏的主 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 显微可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